来同学们 那上一节我们呢 完成了Sprime Boot和MQ 整合以后的对立的生产者 那么通过单元测试类的运行 我们已经明白 我现在是不是点一下就发一条 点一下就发一条 So easy 那么全部的套路 那么就过来了 那么当然哈 最后那个第一步 那么基本上哈 我们来捋捋 首先那么肯定就是我们的什么 建一个Maven工程 这就不多废话了 那么第二步 先把Maven的POM.xml搞定 第三步 Application.yaml搞定 那么说白了是不是 工程配置 然后再是编码 那么接下来Config.bin 那么我们配了一些什么呢 就告诉人家 我们这个对立的名字叫什么 当然我们这个对立的名字 最终在这定义了 是不是 其实是ActiveMQ 这个类在用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把它配置进了这个里面 当然你要把它写死 是不是不大好啊 说穿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 以前在那个基础入门程序的那个 什么 Public Static Final Stream Active 我就不写了 能跟上 是不是就是那个常量的那个名字啊 那么 所以说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三步 那么 那么 沿下之间 用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从Application YAML里面 获得我们的 KV建制队的配置值啊 然后我们这 因为是Spring Boot嘛 都是用注解了 容器给它管起来 那么 所以说脑袋上标这个 每一个bin 脑袋上标 这个 那么我们在这 就明确的 告诉Spring Boot 我们是要一个Active MQ的Q 然后呢 重点 我们要开启 Enable GMS 那么 这是一个新的注解标签 是Spring Boot跟MQ整合以后 那么接下来 第四步 那么生产者 依旧容器管起来 然后 干嘛呢 我们用的是GMS Messaging Template 其实说穿了 跟那个GMS Template都差不多 只不过有些功能细化的方法 不一样 这个在Boot里面 功能能更强大一些 那么大家看 我们这呢 生产 生产目的地到哪 到对列里面 那你这个对列哪来的 我这个对列 那么大家看 是不是在这啊 那么OK 也通过注入获得 然后 来 生产我们的消息 那么模板 转换并发布 那么 往这个对列里面 发这么一条消息 OK 然后 大家看 那么这个呢 启动 主启动类 不废话 那么最后 我们写了 大家写了一个 单元测试 然后 巴拉巴拉 那么这三坨是什么 不讲了 杨哥在讲 Sprint Boot的时候 给大家详细说过了 那么 我们这个 相当于我们一个 Controller Controller 去调我们的一个 Service 那么这个Service里面 哪个方法 生产消息的方法 我们点了一下 生产了一条 那么我们点一下 生产一条 那么你看 同学们 我们再点一次 相当于 在7777 这个端口上 启动了一个微服务 然后你看 现在执行完毕 那么如果一切顺利 这个队列里面 你看 带消费的消息 是不是两条 2020 好 那么这个呢 就带着大家 做完了 队列生产者 那么接下来 再提升 新需求 那么刚才 我们讲的呢 是什么 东东呢 就是 我点一下 发一条 我点一下 发一条 那么现在 我们要求什么呢 来了个新需求 要求你 间隔定时推送 也就是说 每间隔三秒钟 就要往MQ上面 推送一条消息 那么 以下 定时发送的case 那么案例呢 就要进行一下 修改 那么首先 就要增加一个 什么 定时投递的方法 这个呢 就俗称 什么呢 间隔定投 那么什么意思呀 就是 以间隔三秒钟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评测 定时投放 那么好 我们首先 要修改 对列生产者 那么怎么改呢 那么这一步啊 同学们 你们大家看一眼 这哥们儿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业务逻辑方法 对不对 那么你 我就在这等着 你吊我一下 我发一条 你吊我一下 发一条 很干净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有一个 定时投电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 public 那么干嘛呢 void 那么跟这个方法呢 我也还是叫这个名字吧 就偷个懒 然后干嘛呢 schedule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带定时轮巡功能投递的 那么注意 那么这块 有一点 这个要注意一个细节 那么干嘛呢 我们这儿 由于这个功能是叫什么 是不是 间隔时间定投啊 那么 间隔 时间 三秒钟 定投 那么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开启一个新的注解标签 叫schedule 那么来 在这儿 那么 ok 过来 我们这儿有一个属性叫fixed 是什么 delay 来 干嘛呢 写个3000 那么 言下之意就是 每 三秒钟 自动 调我一下这个方法 我就往mq上面 传递 消息 好 那么 其他的 我们这儿 一样 那么 ok了 那么 那么这边 了不起 我这儿就写这么一个东西 schedule的 那么代表的话 它是定时投放过来的 好 那么 在这儿 如果说 我们这儿呢 如果一切顺利 那么 就 ok 好 开启了这么一个 那么 接下来 我们的 主体的 类 我们的这个 业务逻辑类 新增了定时间隔 间隔定投的方法 那么 接下来 我们要修改主体的类 什么意思啊 那你在这儿 加了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主体的 启动的时候 你这儿 配置了 那么同学们 以前杨哥在讲 Spring Cloud的时候 讲过 Spring Boot还是 非常的规矩 什么意思呢 你添加了一个 新的注解标签 那么 这是添了 那么用不用呢 用不用 谁说了算 是不是主体动类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功能 给我开启啊 那么怎么开 那么是不是 Enable 干嘛 你看 是不是说明是什么 你要把这个功能 开启啊 如果你要想 那个第一个 这个是 是否 有没有 那么第二个 这个是 有了以后 是否激活 没问题吧 好比说 这儿 你们家 这儿添了一部空调 有空调了 但是开不开 遥控器 在你手上 所以说在这儿呢 就有这两个 小细节 和步骤 那么 来了 那么为了给大家好看 那么 它调用一次 我干脆 也就在这儿 干什么呢 写一句话 那么 这个时候 来吧 send ok 好吧 那么假设啊 我每三秒钟 往这个消息 中间建 投送一条消息 那么反过来讲 后台是不是应该看到这个话 对吧 每三秒钟就应该打出来这么一句话 那么ok 改完了以后 那么直接开启什么动荡 逐起动内 间隔发消息 那么来吧 同学们 我现在直接开始来试试看 好 大家看 大家看 没问题吧 这个灯没灭吧 是不是啊 不像以前那样的话呢 是点一下 我就调用一次完成 收工 你看现在是不是每三秒出一次啊 那么大家请看 我们的对列里面 你看七 八 等三秒 九 还是九 还没过来 十 那么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 是吗 对列生产者的 间隔时间 定时投放的一个案例 那么非常的重要 日常工作中 这两种穿插着用 足以解决你 大部分的消息发送的功能 要么就是我点一下 放一次 我点一下 放一次 要不然就是什么 我时间间隔定时投放 我每隔几秒钟 发送一次 每隔几秒钟 发送一次 那么从我的工作经验 我个人而言的话 这两个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一个就是点一下 头发一次 就是触发投地 第二个叫间隔定投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要求这两种同学们 都必须给我拿下 好 感谢观看